桃園大溪有一位老太太昨天到田里去种菜的时候 在距离菜园不到10公尺的地方 被砂石车给撞倒了 结果这个司机不但没有停车 继续把他开走 左后轮还撵过了这位太太的腰部 让他当场弃绝身亡 后来砂石车的司机说 因为视觉有死角 所以没有注意到老太太 但是死者的家属恐怕没有办法接受 老翁呆立在妻子身旁不敢置信 解法多年的老伴现在竟然冰冷冷的躺在地上 满脸泪水令人鼻酸 25号上午7点多桃園大溪康庄路上 67岁的蔡姓老妇人正要前往农田种菜 没想到却在距离菜园不到10公尺的地方 被轻浴场开出的砂石车迎面撞上 尽管附近小轿车按了喇叭示警 砂石车撞到人之后不但没停车 还行驶了将近10公尺 左后轮碾过老妇人腰部 让他当场参丝 砂石车出来没有指挥 没有指挥人员 所以说造成这个结果 如果有指挥的话就不会 家属说这个路段每天有上百辆砂石车出入 不只噪音干扰 他们连过马路都要提心吊胆 暗化当时这个现场 有工程连连在做这个现场指挥 为注意到这个蔡姓护联的身影 造成这个意外 除了意外才紧急加派人力指挥交通 赵氏的52岁潘姓沙石车司机 是轻约厂外包商 从工地斜坡开出来右转时 疑似因为视觉死角 才会不小心撞死老妇人 警方已经依业务过失致死 将判信男子移送法班